所以我認識一段影片 我從2011年創立《Chican》這個品牌 非常喜歡吃日本的飯團 有一次我吃吃的 看起來滾掉一滾 我覺得很可愛 想起一個�� haul楚的概念 我覺得白色和黃色的幾 priorit 所以我變到現在的品牌 我在2013年是第一次參加 香港國際手券自然 當時也遇到很多有potential的客戶 對我的規派有興趣 主要都是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 其中我認識了一間香港的OEA眼鏡廠 我將Chiccan以手券認識給他們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的兒童眼鏡 現在香港也有超過二十多間零售店 這一套Chiccan的兒童眼鏡系列 主要是用鮮艷顏色吸引小朋友 例如紅色、黃色、藍色 眼鏡框上也印有Chiccan的logo和可愛的形象 從而提高它的銷售 吸引小朋友的興趣 其實剛剛推廣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自己去投資 去做一些產品出來 然後再去一些零售店推廣它 但面對這個問題就是 要控制生產的質素 銷售的時候 要跟一間零售店自己獨立接觸的時候 其實花費也有很多人力物力 本身我這個推廣的方法 就不太達到成本的效益 所以就要想到 用一個授權的形式 去跟其他廠商合作 大家就可以發揮大家的所長 例如我可以專注我自己做的設計 和品牌的管理 而好像我的合作商 這個眼鏡廠 它就可以管理眼鏡的質素 還有做一個推廣 在國際授權展裡面 其實很多內地的潛在客戶 對香港的品牌都很有興趣 因為在品味上 形象上 在他們內地上 他們本身未必創作得到 他們主要都是希望 去做一些電話的apps 或者一些表情符號 甚至乎是動畫的形式 現在來說 我都會有跟山東的一間公司 去談一些關於動畫的合作 如果製作出來之後 可能都會在內地上播放 我覺得內地的客戶 對我們香港的品牌有興趣 因為希望用我們創作出來的形象 放在他們的產品上面 從而令到他們的產品增值 達到適及專業效果 香港的設計師 或者香港品牌的優勢是 因為我們香港本身是國際視野 可能會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例如日本、美國 這些授權方面 已經比較有經驗的國家 我們會取暢保短 現在Chiccan 我們都有自己推出的產品 包括有些不同的毛公仔 有些不同的文件用品 包括筆袋、教快佬、書包 購物袋、購物袋 授權方面 我們推出了兒童眼鏡系列 環保物料的咖啡杯 未來的將來 希望推出一些電子形式的產品 例如emotional stickers 一些mini games 或者apps 透過一些和磁士團體 或者學校的團體 去做一些移賣的合作 希望會更多人認識這個品牌